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对有戏 你说是不是中国话要讲这么好 你说他做选手还是做平衡 做选手啊 好男儿啊什么的 怎么样 有的好几个找我 我都不去 武林高手 对 现在我们中国喜欢挑男孩子 尤其是外国男孩子 主要我觉得超级的这些粉丝 好像小女孩多于小男孩吧 你还期望很多人在下面帮你流泪 这个超级粉丝都是喊起来 喊破喉咙的 但是比起粉丝 现在评委更有细看 知道广电总局了吗 叫停了某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吗 人家讲啊 就是广电总局以往发任何通告啊 你在网上看那个留言呢 都能看出有争议 有一些人有不同意见 唯有这次你去看 就说大快人心 几乎很少有人提出异议 为什么 我给你们看一段 就是某电视台 现在你知道在中国大地上有俩女的非常有 就是这个当当评委的人才 一个叫柯一敏 一个叫杨二车纳母 这俩人呢 你知道我那 你没笑是吗 我那天看了 我就发现他那电视台弄的 他选的是男孩子吗 选男孩子 然后评委呢 都是女的 有一个男的 那男的基本上没说话都 三个女的 其实一开头啊 这个男孩子他选秀他要表现 一开头 我看是这男孩子把这评委整拧了 到后来这评委就把这男孩子给整崩溃了 刘晓庆坐在当家 其实刘晓庆 我觉得真 我都能感觉到刘晓庆很很尴尬 好年轻啊 他现在整的 别胡说 谁说人家刘姐姐 刘晓庆很年轻啊 什么叫整的 就是电视把它拍出来 拍的 刘姐姐形象还是很好 刘姐姐其实拼命命想问一些正经的问题 好意思叫姐姐 OK继续继续 但是呢 这两边这俩 他是个死掐的关系 说杨二车大母和这个柯一敏呢 据说了两个人互相不愤 就互相不屑 结果呢 上来一个男孩子 来演了一出什么戏呢 就说柯老师 我想求你一件东西 是吧 送给我最爱的人 柯老师就把手上的戒指摘下来 给你 然后这次 不是 这孩子拿 拿着这个 跪在这个杨二车大母面前 杨老师 这戒指我送给你 这是选秀节目 选秀 就是那种海选 评委跟他对话嘛 然后后来 到到柯一敏 就问什么下一个选手 不是 就问这拿戒指的选手 就说 什么问题都问出来了 就是说 我和杨老师 和杨二 我们俩只有一个能做你的女朋友 你选谁 你说你让 我主要是设身处地 想这个选手 我想要是我是选手的话 这 思想斗争 思想斗争 选谁 最后那孩子 柯是什么样的人 他原来是个唱歌的 多次强调在国外生活多年 所以不太了解中国国情 但是这个男孩子最后还真聪明 说我选刘晓庆 然后柯一敏说 不行不行 刘晓庆 刘晓庆已经被排除了 就我们俩 非逼人家选 我跟你看看 我说了半天 这个段子在网上流传很广 咱们看一下 我跟杨二车那五之间 只能选一个当你的女朋友 你选谁啊 我选柯一敏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年轻一点 我跟你讲 你觉得杨二老师 跟我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杨二老师很笨 我觉得柯一敏老师很聪明 那你为什么要 我觉得刘晓庆老师很可怜 OK I'm sorry 等一下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的戒指买去呢 那戒指很贵的 你这样说杨老师可会生气 你怎么会说他笨呢 你怎么会这么说 小强 你现在有没有 有没有话对柯老师说 有 那到那边就说 柯老师 我觉得 这是 你是一个娱乐圈圈中人 然后戴闯呢 只是一个向往 我知道戴闯只是想 跳进娱乐圈 你觉得他baby吗 我觉得 我跟他是一个平台 我是我们同事 说真话 baby 小学习 乱乱 怎么 彻底乱 我就觉得 其实本身 因为我们做节目 也很多年吧 我觉得本身上的一些节目 都是在玩 我觉得你要当真了 那就错了 那可以 这些选手 我就可以理解 你做评委 你就在那玩真的 我觉得就不太 你们法国人都看不顺眼了 薛老师 戴闯那句话很精彩 就那个选手那句话 你们都是娱乐圈中人 我要闯 他说 我要跳进娱乐圈 我要跳进 你看 他说出一句心声吧 所以他们选的人是要跳进 那火坑了 他还往里面跳 跳进娱乐圈 就是啊 明着看这样 你还说要跳进 真是 但是你作为观众啊 你比如很多 有很多观众看了就不可永远了 说电视上怎么出来这东西了 这要是在香港的翡翠台的娱乐节目 那是最好了 这是最好达到的效果了 他们每天 曾志伟 他们整天 以前黄沾 整天晚上都在做这个 大家哈哈嘻嘻笑笑 在一定特定的时段 一些特定的观众 他们儿童那时候就不看了 多数是思奈啊 什么喜欢看一些胡闹 他们还会把这些肥皂水啊 蛋糕啊 什么抹在里面上啊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那本身就是像我说的 你本身去玩去了 对啊 而且这个 你看我前两天 我在那个 前两个月吧 我们在云南录节目 然后有一个节目是 几个那个 是什么族 我忘了 好像是遗族的小伙子 他有一个就是 不是那个 喝酒的一个游戏 谁赢了喝酒 后来呢 就没想到 李伟坚有一个好玩的动作 说要把那大酒缸啊 特别大的 两个人都都都抬不动的 都都到我身上 他就开玩笑一个 结果那小伙子都真干了 拿着大酒缸 啪就啪了我一身 那你生气吗 我没生气 反正就是 因为上次是 我就是去 给节目添彩的 这是我的 我的 娱乐大众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这些个评委 他去 也是想着给节目添彩啊 给自己添彩吧 也是给自己添彩啊 但是现在 现在成了一个路数 就是不是审美疲劳了吗 那咱就审丑 其实我觉得这次这事啊 他也有点审丑疲劳了 他有这么个大背景 就是说 现在就觉得 这中国电视啊 哎呦 全是这种选秀 而且就说这个 你就没点创意嘛 就完全比如说 好像最早 记得超女的时候 看那个海选 你知道有些东西啊 是幕后的 你像咱们都知道 幕后戏 当然从来都比 目前戏好看 但是问题在于呢 你偶然发现了这个东西 你第二次在复制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一个友谊 友谊要把一些 过去来说 应该属于幕后的东西 在现场啊 演出来 当然啊 这些评委半真半讲 很难说 哭也可能就是真的急了 但是呢 咱们这就叫传一个局吗 和这个局 我们就像有些节目 我们鼓励你 你哭啊 你要哭 你可千万别憋着啊 或者说 这什么时候把你七老八十 断了一条腿的老奶奶 拉出来 你哭哭哭 就让他哭 或者说 你们吵啊 你们吵啊 你们打起来 还不能太好呢 你知道吗 但是在这种气氛下 他去了之后 而且两个人本身有嫌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而且也不也不出位啊 这种尖刻的这个语言 那种什么的 你像甚至过去 我都听见有的评论说 什么我看见你都想吐 所以现在感觉到 像你徐老师 你觉得在香港 这还是个学头 我觉得呢 这这类的节目呢 在香港 在日本 还是很多 就是在我们看来 恶心的 看不下去的 低级趣味的节目 还是很多 但是他不是叫停的 他是被观众的趣味 所约束的 他到了一定的程度 很多人觉得这样过分了 人家就不看了 你明白 他这个节目就会慢慢的改 他不受欢迎了 我明白 就是说你靠一个东西 叫停 虽然你现在说 大家都赞成 但是根据历史的经验注意 繁越叫停的东西 他将来越会 他会从别的角度 会蔓延下去 你不检查一下 现在这么泛滥的 这种娱乐庸俗化 是怎么来的 这是标和本的问题 对 是商业面向商业的电视 又跟官方的控制 这个尴尬的关系 衍生出来的 这么一个娱乐化的 我和您有点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有时候 你如果说把心态 你换一种心态 其实并不是说 你是谁换一种心态 是节目制作人换个心态 还是观众换个心态 我就说观众 有时候有的观众 现在中国国内 我觉得过于追求党次 追求层次 追求这些 我觉得我从小没有听过 在我身边有那么多的人在说这个 但是实际上 它是个这个问题 就现在想起来 就原来崔永元说的有道理 就是说公共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 它是应该有不同的 你比方说你公共电视台 一般来说可能承担的是 教育职能比较多 传播一下各党派的政策 就是就干所谓的干正经事 但是商业电视台 你无可争议 市场主导 你卖的好 还应该夸你 对吧 而且但是 你知道吗 它是所有的乱 你比如这个电视台 说起来都是党和国家的 那按说是公共电视台 可是呢 你也播广告啊 你晚上还播撞羊药的广告呢 可是你新闻联播的时段 你在宣扬八容八尺呢 对吧 同样的那个时段 到了另一个时段 就开始说 哎呀 柯老师 我选柯老师当女朋友 因为柯老师年轻一点 他是大杂汇都在 你知道为什么吧 就是因为上面对传媒 只管脑子不管肚子 就是说只管你 你的想法 你的指导 但是你的市场运作 要靠你自己去 因此你现在中国各地的党报 都已经想出一套方法了 你现在看每个地方的党报 它都变得很少 版面 但是他另外办一个报纸 销得很好 他是同一栋大楼 他一个管脑子 讲原则 另外一个管肚子 而电视呢 分不开 他只能在时段上分 所以他下午七点钟 交给你中央联播了 一下来的他就管肚子了 他拿广告了 而你观众你就受不了了 所以我们这是万象归异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就要说 按说什么样的节目都有 一个是朱利安刚才说的 其实有些人看起来特别烂的节目 也是一个门类 你也可以做得很精 但是问题在于 好像在我们理解 比如说在西方国家 在欧美国家 包括在香港 它是分级的 就跟电影分级制度 不同的 在不同的市场 通过不同的渠道 给不同的人群 他有 你比如说我在 我这次去细尼 我还头一看着 好像有一个叫什么 Jerry Spirit Jerry Springer 我不知道一个节目 好家伙 我跟你说 是美国的节目 是吧 我闹不清 反正在澳洲 酒店电视上我看 因为我听不懂 听不懂 我看这节目 可太刺激了 这节目干什么呢 全是消音的 主持人是一老头 穿着个礼服 主持人不表态 就拿着话筒 你说说 他好像是在玩个什么游戏 任何一个人站起来 指着那边的女的 那女的就把上身衣服脱了 哗一下 打马才克 哗一下脱了 然后有的女的可能 成人节目了 有的女的可能很生气 就这点骂 然后一站起来 他脱了 那边那种 哗就有这么脱 其实我们要想一个 我觉得把心态放平一点 电视媒体 它没有太多的职责 我们要分开 国家电视有国家电视的职责 但是商业电视 有商业电视的职责 商业电视的话 它要的就是让人喜欢 让人愿意看 那么让人愿意看 在于什么呢 我们就说一句难听一点的 就是任何一个最有修养的 也最有这个这个这个知识的一个人 他可能在大街上看着人在那打架子 那这个这个谁都要打 他也在那看 那么这在于什么 他想看 他在那他就要看 他有欲望需要发现 有欲望在那 关键还是什么呢 关键还是说我们是只有一种电视台 就这种电视台是属于每个省的政府的领导的 这么一个电视台 严格来讲 媒体 电视 是社会的反应 因此社会上有什么 在西方世界的情况下 电视里就有什么 因此严格意说 假如你在美国 你装一个这一百两百个频道的那个电视以后 你可以在电视里去教堂 你可以在电视里去百货公司 可以在电视里进大学 也可以在电视里去厕所 也可以在电视里去赌场 甚至去打架 那因此呢 但是它是分开的 分开的 它大的主流的电视呢 它厕所就不开放了 没错 有一个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电视 中国的电视 它有时候就是像您说的 只有一种电视台 这一种电视台 万能的功能 现在已经有发展到不伦不类的程度 因为我老做节目 各种各样节目 我也做 所以我太有体会了 比如说 跳进娱乐圈 就是 就是我 对 早就跳进了 然后 然后那个 就很典型 好多电视台 假如 假如咱们三个人现在这个节目 很多时候 比如说 要在很多其他台做 有很多 就会告诉你 就不像我们这样 随便怎么谈都行 然后就是稍微 假如可能最后需要补点什么 导演就会说 我们在您再谈一个什么 但是基本上 我们还比较顺的 他们就不会 有好多就比如说 编导从跟您联系会 比如说跟您聊 徐老师 您有什么看法 完了之后 也了解了朱利安 然后呢 每个人的观点是什么 然后编导再告诉你 您跟朱利安一定要不同意 有一个正反方 一定要不一样 然后告诉您 那么这样 在您说的所有观点 他记下来了 那您要说这个 然后朱利安 你要说这个 两个人要掐起来 然后你要是没说的话 停 就正做的 说的最精彩的时候 他叫停 他说你这个没说 说的很好 再来一遍 对对对 刚才那遍很好 再来一遍 都是这样 然后你说的最精彩的时候 停 你刚才那个 你原来说的很好 你怎么没说呢 今天 或者说都是这样 然后呢 全是假的 全是 就是不能这么说 不是说全是假的 但是问题是 他最精彩 他有时候 因为他故意关注 比如说 他给一个 就是整个体制 就是这样 我一个本子 我跟徐老师聊完了 我跟朱利安聊完了 好 多老师也看了 我们把这个本子呢 我做完之后 编导做完了 给领导看 领导好 领导这个 好 领导批了 杨二那个 也没看过 没看过 领导批了 那就是本子以外的 然后领导批了之后 好的 做节目的时候 这个编导就 编导就怕 领导批过这个本子 如果说 我本子上写的 嘉宾要说这个 这个我节目没说 那不行 这领导肯定要问我 然后 朱利安 你说的是 另一个敏感问题 不是 但是就是说 是 这是一个 我要从更接近 那个节目的话 比如说 在做一些 更轻松的 生活类节目 假如说 美国的一个栏目组 它是一个 纯商业电视台 那么它随时 有这个摄像机 我们只要在哪 它要拍一些 生活的东西 它随时拍 它就要你这个 它随时拍 但是中国国内不是 它其实已经有很多 我生活当中 特别精彩的东西 但是它没有说 开始的时候 它一直没拍 最精彩的东西 很自然发生 它没拍下来 刚才拍下来 刚才那次自然发生 然后呢 然后呢 它当那个 它觉得 哎呦 刚刚那个太精彩 你这个这样 你再给我演一遍 那不可能了 我跟你说 他说的是一种 你说的是另一种 就是刚才的那种 我说的 刚才的那种呢 说是自然的 实际上是刻意的 背后也是超 是刻意的 做出一种 好像是真人秀的 自然的一种效果 你说这个东西 怪不得叫人看得不舒服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不堪这个词 来形容 他就是 我觉得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朱梁 江江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记得 有个美国朋友 就跟我说过 说你们中国的 这个电视台啊 这个重复投资 太严重了 我说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看我们美国啊 是NBC 它是几大电视网 对吧 你们中国 一个省有一个电视台 一个省有一个电视台 你知道一个摄像机 这要几十万呢 这是官本位造成 对啊 你为什么这么多 就是造成这么多的小 村现在有钱的箱 也有电视台 其实我们很少看 节目的 Zona电视台 你看Texas电视台 在全世界 他有一个什么 就是中国有一些 有一些客观原因 确实是比较麻烦 就我一个朋友 另一个法国朋友 他想在中国 就是办这么一家 做后期制作的一家公司 但实际上你去想 由于中国纯商业电视台 太少了 所以这些就是国家电视台 或者省电视台 会怎么 他不可能感兴趣 你说他在做节目的时候 他要考虑到多少 我们又要让这个 考虑到我们的教育性 我们要考虑到 领导给的方针 我们要考虑到很多东西 我们并不是纯考虑挣钱 所以呢 他在编后期编的时候 是最关键 他不可能交给另外一家 就是做商业节目的公司 但是在我们那 非我族类其心必毅 几乎我们那 全是交给公司来做后期制作 而且你知道 中国电视台现在多牛吗 我这次 就我是孤陋寡闻 我这次也老说去澳洲 我这次去细尼 我才知道 就是你有没有想到 现在都上卫星了 所以有一个当地的华人 跟我讲 说不是说现在海外的人 只能看到中央四台 和你凤凰卫视 你哪个省 你上了卫星的 我们都看得到 都能看到 但是你说非常奇怪 我你看我听到 我听到他这么说 我的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我说哎呀真丢人 但是人家 晚上那么多壮扬广告 对我就想到这个了 人家以为东亚病夫啊 你还别说人家 悉尼华人还挺宽容 说不丢人 我们觉得挺好玩的 那是一种情节 而且你知道 朱利安 现在你们老外最吃香了 半夜里那个广告 动不动找一外国人带 国际性学会会长 他们没找你去做这个 我拍过 你都拍过 给我们讲讲是什么路 没有 就很简单 荷尔蒙的问题 刚来北京的时候 就三年前 然后找了我拍一个 是一个什么广告来的 一个什么产品 忘了 我不是壮阳 我倒愿意拍壮阳广告 他可以送我一点货 你还用那的 我不用 可以声明 当时是让我拍一个 演一个博士 是一个德国 还是一个德国的博士 法国人演德国博士 然后最好玩的在哪 让我那个 好像让我在那说这个 说点这个 带口音的这个普通话 后来呢 他又隔了一段时间 又发现哪一句有点问题 他想改 结果又叫我去拍 然后去 这个配音给自己配音 然后我用外国口音 给自己配音 你试试 我听 就是明明中国话说这么好 你配音怎么配 我也不知道 我们可以说 这个产品是非常好的 我发现他是会双语了 你现在 对对对 半夜看的就是这些玩意 但我刚才想突出的 就是最主要的 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国内 就是其实这些节目 它之所以低俗 我觉得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 它没有一种 纯商业的操作模式 其实内容不重要 我们刚才也说了 其实我觉得 最有修养的人 他也喜欢在生活当中 他恶搞 而且有时候恶搞的 比一半人还要欢 没错 所以 他就是恶搞 没搞好 他就是我说的这些 他有一些就是 其实你要真办好的话 他应该有人跟着 所以我说 有好人有坏人 还有一种人叫烂人 他也不是坏 就是烂 就是你做个 那个方面的东西 你也有精品 也有粗品 对 其实你做的那么差 我们电视一直是 好人跟坏人打 所以现在就只剩下烂人 而且 对对对 而且就是 就是 就是